夏英歡迎 總統蔡英文南下高雄文武聖殿參拜 支持者喊口號 上槍儀 上槍 小英此席南下同席的還有行政院副院長 陳其邁過守高雄意味濃厚 而且沿城區的文武聖殿一個多月前 高雄市長韓國瑜才來過 當天參加救護車捐贈活動 一走入人群 馬上被熱情民眾簇擁 蔡總統這場可能身旁為安警戒 跟群眾之間隔開 因此氣氛似乎較冷靜 而且七月十日當天 還有景德鎮來的陶瓷設計師 送給韓國瑜瓷器跟閃亮亮跑鞋 要助他帶領國民黨2020拚勝選 來雨昕 當後面比較少 而南部選情震撼彈莫過於洪秀柱 空降台南 被外界解讀韓流加洪流 一加一會大於二 外界好奇是否動搖綠營 2020總統選情 紅秀柱前主席要到台南去選 我們就尊重 那我相信我們在各地的候選人 都是最具有競爭力的 那我們也會全力打好一場成功的選戰 寒流洪流共辦效應 蔡總統不在意 但蔡英文八月十號南下 百名踩韓國瑜的場 不過韓國瑜也不甘示弱 隔一天到南投八個小時內 目標拜完七間廟 北上開拓票員和蔡英文互別苗頭 記者高雄綜合報導 北上開拓票員 北上開拓票員